Hello,大家好,我是面具男,今天给大家补上这把辛德勒的小支刀 首先呢,它的包装呢,已经没有了 然后呢,这个刀鞘,一个就是普通通的K鞘,那总共也就是说非常一般的这个水平 重点不是在撬,先把它放到一边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把小支刀 这把刀呢,它的名字叫闪点 就是它比辛德勒的那个3.5寸的那个折刀还要小一个型号 比3寸的都要小一个型号 为什么呢,因为辛德勒还有一款支刀,现在已经停产了 叫FM,或者叫S,叫什么来着 叫XMF,对吧 就是支刀版的这个XM18,对不对 然后这个再小一版的呢,就是闪点了,对吧 就是闪点了,闪点的话 它之前是出过两代,出过两代 这把是一把第一代的,第一代的闪点 这两代有什么区别呢,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一代的话,它的这个是这个叫洗刀版的,对吧 洗刀版就是有这个钢印的这个标志 而二代的话,它就是 这边就会有一个码头,对不对 另一边就会写着这个,呃 这边会写着这个钢材 另一边就会写着这个,是一个这个辛德勒的码头标 对不对,就是3.2代 一代二代最主要的区别,对吧 就是外观上就是这一个区别 好,那我再说一下它用的这个韧彩 辛德勒的这个韧彩 这个用的是叫杜拉泰克的这个20CV 注意是杜拉泰克,不是CPM 但其实是两种是一种东西 应该是,应该是一种东西 嗯,然后再就是这个刀我为什么要收它啊 说一下,对吧 因为它很小,对不对 适合比较适合EDC 并且大家也知道啊 我是喜欢偏强壮一点的这个这个折道的,对吧 然后呢,如果那小直呢 你说直刀强壮还是折刀强壮 对不对,那肯定是直刀强壮了 对不对啊,你这放在这边这样一对比的话 那是不是直刀就更,这把直刀就是说EDC的话就更合适了 对不对,刃厚的话也是四个四个毫米的厚度 四个毫米的厚度,与刀刀厚度相同 4.2其实应该是啊,4.2毫米的厚度 然后,呃,这把是把矛头版的 还有一种是spin刀头版的 但是我没有找到啊,能找到一代 现在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啊,这把一,这把刀也真的就是说在机缘巧合之下 被我收到的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国内收的这一把 居然是在国内收的,国外我都找不到 居然是在国内收的 对吧,保存的还是蛮不错的啊 这边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小花痕的 但是这么久远的刀了,你想要到全新的话 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难 二手都没有就别说全新的了 没有吧,并且一代的产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嗯,呃,这把小刀呢,然后我选的这个是一个,不是我选的啊 我收的这把是一把叫毛头版本,啊,毛头版本,就是类似于我们普通,我说的这种水滴头的版本,毛头版本,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呃,XM18的这个毛头版啊,其实这两个是很像的,对吧 就完全是小了一个好型号嘛,对吧,就完全是小了一个型号,啊,这个是实习的,这个是walking,就walking finish的啊,对吧 啊,这个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了,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怎么对不上交 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CPM20CV的,对吧 嗯,四代前期CPM20CV的 然后,这个呢,是杜拉泰克20CV,啊,就是比CPM20CV还要早 嗯,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做工啊,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在小纸里面还是蛮不错的 嗯,当然也不能说是很好啊,也不能说是很好,因为 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刀大概,距今应该是 多少年呢,这个刀 哎,差不多十年了吧,对吧 反正时间已经很长了啊,十年前的作品了 对吧,那时候的机器啊,加工水平啊,都没有优先再高 对吧,但是当时能有这个完工度 确实已经很不错了,嗯 说一下,商点它卖的并没有这个XM F 要火,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乐的直刀怎么说吧 一直就是不温不火的,嗯 为什么,因为价格比较高嘛 对吧,你同价格的话 直到你有很多品牌可以去选择 但是,嗯 但是,但是什么呢 但是它即使价格高,它也没有折刀的价格高 为什么,新的乐的折刀价格大概就是 325,325美金,对吧 但是呢,它425美金啊 它这个,这个,这个,好久不玩到了 真的,都快忘了这些数据啊 但是它的这个,直刀的价格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了,对吧 就200多美金啊,100多美金啊,300多美金啊 也就这个价格啊,也就这个价格 啊,也就这个价格,新的乐的直刀 然后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收它啊 因为这把刀,我自己觉得它拿来EDC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是它是,呃,用的这个刚才也不错啊 独拉泰克20CVA 并且这也是把停产的刀 一把绝版的刀 我本来确实拿来就是想用的啊 就是想操一操 结果呢 没想到,我没想到品牌这么好 对吧 我没想到品牌这么好 如果是品牌很烂的话 啊,品牌很烂的话 我直接就拿来用了 但是品牌这么好的话 我,我肯定得留着了 对不对 嗯,一代的 它的这个收藏价值 绝对已经远超于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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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的这个价值 对吧 你当时它发售的话 这把刀应该是200多美金好像是 啊 200,220多美金 啊 但是现在你220多美金完全买不到 你Ebay Easy 你逛遍了都找不到这把刀 对吧 啊,有一定历史了 并且它尺寸很合适嘛 对吧 尺寸很合适 一点点啊 真的是一点点 我,我对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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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XM18 大家可以看看 啊,可以可以看差多少啊 但不要不要加这个尾声啊 这个尾声是后来加的啊 大家可以看差多少 这是不是很明显了 对吧 看我手拿拿这个 新德勒XM18 对不对 然后再拿它 嗯,虽然它小 但是你手握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 XM18的这个 得益于它这个手柄的设计啊 这个人体工程学做的还是很好的 你手柄握上去 打拇指放在这 对吧 不管是切削啊 还是穿刺啊 还是都是很舒服的啊 包括前面这个小护手 对吧 它不可能做的像折刀这么大 但是它依旧是可以起到一个护手的作用 总的来说还不错啊 它虽然是 呃,一个更小尺寸的 但是它的韧长 它并没有就是说 要比起这个XM18来要这个 要缩水多少 其实它们是等长的啊 它是等长的 它跟这个 稍微长一点点啊 比这个新德热的XM18 3.5寸常规版 嗯,比它正好就是要 要稍微的长一点点啊 长一点点 但是这么小的刀 对吧 并且它还是一把直刀 强度肯定是无庸置疑 对不对 强度肯定是无庸置疑 包括它的韧后啊 包括它的这个韧形的设计啊 都是非常漂亮的 包括手柄的设计 对吧 所以我才非常喜欢它啊 非常喜欢它 也是 虽然它是把收藏品项的刀啊 但是我一直就是说 呃,放在我的包里 就是对吧 就是也是EDC的 对吧 但当然我保护的 它保护的比较好啊 平时我也不会舍得 但是拿出来用它 毕竟直刀还是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和谐 对不对 你其实折刀 我很少都掏出来用啊 因为 毕竟不适合它长盒 你不适合把刀给亮出来 对吧 啊,不适合把刀亮出来 当然你自己玩的话可以 没问题 对吧,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嗯 其实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需要说的话 这个版本一代的话 它内部刀柄内部是没有减重孔的啊 就是什么都给你没有给你挖 只打了两个这个螺丝 嗯 在二代的时候 它是已经有了这个减重孔 对吧 这边位置有一个减重孔 应该是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减重孔 呃,我个人啊 并不排斥减重孔 但是我非常反感在小刀上用这个减重孔 对吧 减重孔的目的是用来干嘛的 第一减轻重量 对吧 第二,调整重心 小刀 对吧 巴掌大小的小刀 你让我调整重心 对不对 你挖上减重孔之后 你让我调整重心 我是要劈砍吗 这不扯淡吗 这不是 对不对 啊,所以说你 你刀饼你给我实实在在的来就行了 对吧 你何必去挖了减重孔 是减轻重量了 对吧 但是这么点 它能减轻多少重量啊 减轻的五克十克的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既不会加十克 我也不会觉得重啊 你减十克我反而还觉得 对不对 因为心理上不舒服 对吧 可能只是心理上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对吧 所以我很讨厌就是说小刀的话 你给我刀饼做减重 对吧 皮卡性的刀 你该做锁 对吧 这个是没有任何去排斥去反感的地方 因为它应该要锁 但是这么点的小刀 你给我给它做减重孔 你要调整重心吗 对吧 当你握住这把刀的时候 你有重心操作不好的吗 没有吧 对吧 为什么会要调整它的重心 调整中心 目的是干嘛 对吧 更方便的握持吗 对吧 更容易调整它的重心吗 但是如果 如果 你做了减重孔之后 就头中脚轻 对不对 你能感受到吗 你的手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 那是有什么用 费力不倒好 小刀 你做减重孔 我感觉就是费力不倒好 对不对 你真正对吧 长度起来了之后 你去你说 我这个要调整一下重心 对不对 让你的握感更舒服 调整姿势更舒服 或者更利于皮卡 可以去做减重孔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但是小刀你做减重孔 我就觉得很说不过去 这么点的小刀 重心都掌握不了 对吧 你握在手里面 这把刀就像你的手掌一样 其实它离你的手掌距离很短 对吧 操控性是非常好的 不管它减重没减重 这把是没减重的 对吧 操控性是非常棒的 对吧 所以说做这个小刀做减重孔 是一点意义没有 对吧 千万不要 就觉得一些东西很科学 对吧 确实唯一它起的所有 真的就是减轻了重量 对吧 但是 这么点的小刀 你减重量 减能减到多少呢 对不对 10克20克 除非你就是真的那种 按克算来EDC的这种 除非我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 对吧 你必须要计算到精确到多少克 多少克你写的东西 有这种人 对不对 但是很少 很少 就大部分人 你给它增加几克 减重几克 对吧 光这个玩有50克 我现在带着一点 一点压力都没有 对吧 你带手里盘完 没事的时候 你塞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兜里去就行了 对吧 我带5 都增加这个50克 我都没什么感觉 你加个10克 加个5克 加个8克的 你说你有感觉 我不大像 不大相信 对吧 就是这把小刀 这一说 我谈了一下 简单谈了一下 我自己的感想 仅代表个人 仅代表个人 然后这是刀柄 对吧 刀柄就是两块蓝色的 G10 然后螺丝用的 也是这个walking finish 就是我们最初说的 这个喷纱处理 对吧 那尾声孔用的 没有刀脚 尾声孔是没有刀脚的 对吧 在那个时候刀具设计 就感觉没有 现在这个要完善了 其他地方 刀脚还是很充足的 其他的地方 刀脚都是全刀刀脚 还是非常充足的 包括防花尺 都做的非常不错 看一看刀热 好啊 这是刀的厚度 厚度 我对比一下毛图版本的吧 刚才拿的是span刀图版本的 都是4.2的厚度 对吧 用的是同样厚度 但是这把刀身更小 就想 就感觉 给我感觉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f版的 对吧 f版的18 呃 就是普通的18用的f版的刀刃 啊 就相当于夹厚 对不对 那感觉是真棒啊 拿来手里就很稳的感觉了 对吧 即使这把刀身它很小 你也拿着它 你像你说去干点什么事啊 对吧 撬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挖个什么东西啊 你都是 对吧 都应该是非常放心的了 对不对 嗯 今天这个镜头不大跟焦 对上 嗯 厚度是很大的啊 这个刀的厚度是很大的 这么点的刀用4毫米的厚度 我觉得是 完全足够了啊 完全足够了 很小啊 真的是很小 对吧 对吧 嗯 并且你可以当飞刀来玩 拿来当飞刀也是不错的 可以拿来当飞刀 拿来去前当浅水刀 或者是一削刀啊 EDC刀啊 放到比较隐蔽的地方 对不对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你放在这个口袋里啊 这个都是 一点压力没有的 它甚至比一把折刀还要轻 它加上刀鞘也比折刀轻 并且要轻很轻好轻 我就不说全太平了 还要轻好多 对吧 因为它没有这个复杂的结构 这么多螺丝 它是相对厚度 对吧 最让我喜欢的是 还是这把刀的尺寸啊 尺寸是很棒 对吧 小尺寸 然后很高的这个厚度 同时它开的这个刃 也非常锋利 在切下的时候啊 切什么东西啊 也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好 简单就给大家评到这啊 因为执刀 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地方 对吧 无非就是这个做工 无非就是这个设计 对吧 就说这两点好了之后 啊 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它不像折刀 又有各种各种结构 各种锁定 对吧 很不错的小刀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去查一查这把刀啊 因为现在这把刀的资料很少 初代的这个这个这个 新德勒的闪脸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